大家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就希望當包租公 但不想繳稅 所以房租黑市存在在台灣已經幾十年 你知不支持全面的租金實價登錄 實價登錄它當然是一個資訊透明化之一 但是要看對象的房東以外 現在只有中介業實價登錄 現在只有包租業實價登錄 代管業目前還沒有 更不要說一般的房東了 但是我們的房屋買賣實價登錄已經走了十年了 你租金補貼的對象可以拿來做實價登錄 你包代管業者可以做實價登錄 接下來才是要求一般房東將來做實價登錄 我們給他什麼樣子的租稅的赦免 也許是一個方式 我沒有訂見 我希望開始朝租屋實價登錄的方向邁進 先把資訊透明化把它做到 那一定要有一定的法源技術 資料都在你手上 怎麼法院讓它能夠至少探開來 資料在我手上不能隨便就把它避露出來啊 一定要有法律 所以要訂出相關的規範 我沒有意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至少下個會期前 針對這些您剛剛所說的方案 也可以給我一個書面的回憶